为什么邵嘉一有资格进入德甲名人堂,而杨晨就没有资格进入,邵嘉一入选的是德甲传奇球星名人堂,这个名人堂共有九人入选,除了马特乌斯和阿尔贝茨外全是非欧盟球员,主题是德甲传奇之旅,强调的是这些人所属国家与德甲的联系, 这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,推广德甲的一项活动,与传统意义上的名人稍有不同,入选德甲传奇名人堂的球星除了马特乌斯外,有邵嘉一,约尔格,阿尔贝茨,两人代表中国区,阿尔贝茨因在深花效力过入选,史蒂芬切伦多洛美国,帕维尔帕尔多,墨西哥,安东尼巴弗加纳,温顿鲁费尔大洋洲,车半根韩国,和 保罗塞尔基奥巴西,那么,入选的为什么是邵嘉一,而不是杨晨呢? 诚然,杨晨是中国人在德甲的拓荒者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,当时被称为中国鞭炮,按照数据来说,杨晨在德甲打了三个赛季,一共出场65场,近16球,场均近0.25球,算是一个数据还算不错的德甲前锋,还不时曾有经验的表现, 邵嘉一在德甲慕尼黑1860和可特布斯征战五个赛季,共计出场77场,一中场球员身份打进四个进球,在德以数据很好,五个赛季打进二十个进球,七定位球能力当时被认可,球队的脚球和任意球一般由邵嘉一来主罚, 这季任意球被评为当赛季德甲半城,外援最佳进球从数据和表现上看,两人各有千秋,而杨晨还是开路者,为什么德甲官方选择了邵嘉一呢? 我觉得大致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,一邵嘉一在德甲效力时间更长,达到五个赛季,出场最多这个也是官方给出的海报宣传词,更符合德甲传奇之旅,对球员人生的改变这个主题, 二邵嘉一更为年轻,对现代年轻人的影响更大,而这个名人堂最主要的目的是推广,三邵嘉一特色更为鲜明,有一脚极为出色的任意球,这在推广的宣传上,更容易制造传奇性, 四邵嘉一相对而言比杨晨更善于交际,更利于后续的一些推广工作,这些只是推测,但不可否认,杨晨和邵嘉一都是我们心中的德甲传奇,虽然官方只有一个名额。